侯整合郭这三句话是不是破心结了呢 其实这个同框45分钟 有没有互动 微微的互动 微微的互动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我们就带您一起来分析分析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的是 在昨天这场聚会当中 侯友宜跟郭台铭是来同桌 没有交谈 只有眼神的互动 同座主桌超过了半小时 那其中包含了饶庆林 台东县长 台东县议长吴秀华 新美市议长蒋根皇 前台东县长吴军丽 还有郭台铭 终于是同框了 那来看看是 当时呢 这个至此时问安台上举杯 侯友宜在离场的时候 有跟郭台铭来握手啦 大有破除外界议策心结的一个意味在 那两度笑容满面当众的握手 你看 这样感觉是不是有个破冰呢 外界也都在看了 其实呢 这个侯友宜就说 他跟郭董不但有相同的警察的背景 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中华民国派 干嘛呢 办国安公众情众议众承诺 三个相同之处拉近距离 他也说跟郭台铭好久没见了 从5月17号过后两个月 用各种形式想约见面 但是都不得齐门而入 因为呢 这回台东人的热情 让他有机会很开心遇到郭董 那郭台铭呢 其实在媒体包围的时候 就问对侯友宜的看法 他笑而不答说 新北在侯市长带领之下 情景有条啦 蒸蒸日上啦 邀请现场民众给侯市长掌声好不好 看起来是有个破冰咯 那另外呢 来看地主台东县议长 吴秀华说 能够见面就好事啊 前县长吴俊丽也说 真心希望两个人能够合 只有团结才有机会赢 上面老板合了 底下人也不会再乱放话了 蓝铭看到合的机会了吗 哎 有没有破冰了吗 好 当然呢 我们来看看整个侯友宜 就是在国民党在五月 不是正庄他来参选总统之后吗 其实这一段时间跟郭台铭 都没有见面 在昨天晚上才终于见到冷面 我们先一起来关心 是 是 是 那我们也请我们今天是 市长 郭董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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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董 开心 后面 后面这里 那我们拍一下 好不好 市长 所以今天您来了一个贵丁 就是我们的国务董事长 因为郭董事长 我们已经好久不见了 大家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郭董事长 郭董事长好 谢谢郭董事长 因为从5月17号以后 只有两个月 用各种形式 把那些郭董见面 但不得齊门而入 今天这位台工人的热情招待 让我有机会很开心 在这个地方看到郭董事长 我们都是中华民国汉 就是为了两岸和别 冷变安融永续 大家一起努力往前走 所以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信念 共同的目标 我们都能齐心齐力往前走 那谁要 我们当警察的就是信仰官公 受了案子没有扣 只为谁和我们的兄弟们 续努力的扣案 就是为受害者身边 所以我们共同也是信仰官公 我们两个可以说信仰是一样 关公众情众议众承诺 我们共同目标 是中华民国的合约 发言安逸有序 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是众情众议众承诺 所以借这样的机会 谢谢我们政府议长 给我们满满的鼓励 也要借这样的机会 我们好好让台湾能够安定下来 没想到在这里巧遇 我们这个新北市的侯市长 这个好久不见侯市长 好久不见 台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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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 我 生我 长我 育我 长大地方 真正我的总部 都还在新北 对 新北过去 这么多年来 在侯市长的带领之下 我想做的是 井井水 这个生生日上 我们大家给新北市 侯市长还有蒋云长 五个长好不好 我们要跟台北市议员 司冈哥来联系了 来问一下 昨天这个场面看起来 也是好友谊主动 去跟郭台铭来握手 是不是拉近距离了呢 是不是有破除外界 这预测心结的意味呢 司冈哥你怎么看 当然要两个月到 就是从5月时期到现在 大概两个月的时间 好像都不得其门而入 好像电话也接不通 然后约也约不到 那昨天在这个餐会的场合 自然见面 我是觉得这是化解 荣兵的第一步 那你但是说 要从此之后 两个人就可以齐心合作 我是觉得那条路还很远 还很远 那至少两个人见了面 然后看起来 虽然今天报道形容是相敬如兵 兵是兵客的兵 相敬如兵 或者说他眼神 没有什么热情的交汇 但是我觉得两个人毕竟中间的隔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没有进行一些沟通 然后中间又有很多人的放话 然后很多的纷纷扰扰 要在一次见面里面的就能够大和解 就能够携手合作 我是觉得也是强人所难 但在心里面还是有一些的砍 过不去 但是我觉得这种你看从昨天 下午中堂会的提案没有 留掉没有出现 中堂会所谓的延迟提名的提案 到晚上这样的一个见面的这样的事情 基本上营造给比较和缓的气氛 我觉得是双方当事人 甚至周边的一些帮忙的幕僚 或是周边的一些支持者 就要靠要把这个气氛把它炒热起来 不要又回到过去好像剑拔奴章 这个不相往来的情况 那既然已经开口说彼此好容易见了面 郭台铭也很夸赞侯友宜新北 经营的很好 那我是觉得在这个时候就再进一步的强化 是在下礼拜是在常会前 是不是见个面 甚至我觉得朱立伦这个时候 也要站出来展现党主席整合的能耐 跟高度 是不是邀请郭台铭参加723的全代会 然后展现团结的气势 同时你是不是也把韩国瑜 请来723的全代会 那我想这些相关的邀请卡 也许在表面上可能都已经发了 但是我觉得还在幕僚 所以在打个电话 拜托他们是不是当天来一下 甚至给韩国瑜一个主题演讲的机会 主题演讲机会 我们过去全代会都比较属于 好像是属于这种 比较属于流水帐形式 各式各样的报告 但是在一些强化的选战方面 我觉得请主要的提名者侯友宜 然后韩国瑜甚至郭台铭 都给他们一个10分钟到15分钟 演讲机会把气势带起来 那我觉得现在蓝营的朋友 最希望就看到了是一种气势的展现 团结的展现 就团结展现 就能破除很多怎么换这个换那个的一些 奇奇怪怪的留言 特别是我也特别强调 如果说蓝营的这几位大咖 都没有都没有听到 外面这个60%以上希望政党的声音 看到这个声音之后 也没有做一些团结的工作 然后反而让这60%失望的 基本上这60%的人 会不会在投票当天的就不出来投票了 因为反正觉得说 我的赢的希望并不大 你不要看着小看 这个不出来投票 这会压低投票率 会让自己的总统跟立委候选人 基本上会面临很大的苦战 甚至落选 所以我觉得这几个大家这些蓝营大咖 坦白讲还有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是不是能够在723那天 促成一个大团结的场面 让过去两个多月的这些 狗屁刀招的事情 就此的烟消余赛 在未来的半年 走到一个比较团结 争取胜选的一个模式 我觉得这是国民党这几位 大咖主席 这些重要政治人物操盘者 应该去思考的问题 不要再让大家失望 那种失望的话 会让投票率下降 会让我们的选情 蒙雪上加霜 小月的时间 继续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